这家伙竟然在十万分之一秒内 完成了他的攻击 发挥出比平常高出十五倍以上的力量 强大如花玉此刻的双臂也是爆碎 武障看着他的双手 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出黑闪 他需要记住刚刚的那种感觉 而他也终于了解到自身骤力的味道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之前的火障 就好像一个没做过菜的人 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一个大锅里面 进行了大乱炖 每一种食材都没有了他自己的味道 但是现在 在他了解到每道菜的做法之后 现在的他作为一名咒术师来说 已经和一分钟前的自己有了志的飞跃 东堂也向虎杖表示了恭喜 然而 这时的花玉又将身体恢复如初 虎杖还是第一剑自道强大咒灵这样的能力 一旁的东堂只能解释到 这其实就是咒灵的能力 他们只需要消耗咒力 就可以简单地完成这样的身体修复 想要打倒他们 只能直接把他们的脑袋围绕 此时的只有二人组 竟然摆出了一样的进攻姿势 花玉也意识到面前这两人不太好对付 他慢慢地将左肩的白布扯了下来 只见他的肩膀上有一个巨大的红色花苞 没有其他的言语 立刻就发动了他的攻势 比之前更加粗大的树根从地面涌了出来 速度也加快了不止三倍 虎杖和东堂奋力地躲闪着 无数的树根在空中挥舞着 毫不怀疑地说 这时他们其中一人如果被击中 不死的话也肯定是重伤 下一秒 他们竟然被树根托举到了半空中 可见此刻花玉的攻击范围有多大 突然花玉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从指尖发射出树枚树枝 如箭矢般穿过他们的身边 虎杖他们在躲过一波进攻后 两人默契地配合一起 将拳头砸向了对方 花玉吃惊于两人的力量 因为就算没有黑闪 也可以破开他的防御 见状 虎杖再次配合东堂冲向花玉 忽然 花玉竟然把树枝全部撤走了 而他们两脚下一空 也急速地向地面下坠 东堂一直以为 对方是用骤力操纵着树根来攻击他们 但想不到所有的树根 都是对方用骤力凭空制造出来的 这一刻也让他认识到花玉的强大 花玉脚下的树球 突然向他们射出了两根藤条 此时的他们可是在空中没有接力 但互相视为挚友的二人 只是一个眼神 两人便以对方为接力 瞬间躲开了这次几乎是必死的局面 看到他们的配合 此时花玉惊讶无可 这也让他想到早些时候与真人的对话 真人告诉他 我们需要在战斗中寻找乐趣 在战斗中寻找灵感 这也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得到提升 真人觉得花玉的灵魂被压抑得太久了 如果他自己解放一些包袱 其实可以变得更强 落地后的虎杖狼狈地挂在一棵小树上 反观东堂竟然在做引体向上 不过骤灵可不会给他喘息的时间 继续对虎服展开了进攻 对于之前的战斗 花玉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咒力 他们俩也想趁现在的时机将对方给打下 不过在逼退两人后 花玉一抬手 幻化出了一片花海 使他们战斗意志有了短暂的影响 突然在两人脚下爆开了无数的尖刺 好在两人及时清醒进行了躲避 在多次组织进攻无效的情况下 东堂准备发动他的术士